韩国鬼才导演崔东勋的最新科幻题材电影 他来了 极其演员柳军烈 金与冰 共同出演的炫技之作外星佳人 一经上映就夺得韩国票房冠军 璀璨夺目的视觉特效 剧情更是贯穿古今和未来 甚至连韩国版钢铁侠都被整了出来 不说废话 赶紧来看看吧 故事发生在六百年前的高丽 一群戴着面罩的士兵正在躲避怪物的袭击 忽然漆黑的夜空撕开了一个大洞 接着一辆不属于这里的汽车从天而降 从车里下来了一个酷似钢铁侠的男人 请客之间 怪物就失去了动静 倒在了男人怀中 男人名叫雨冰 是一个穿梭在宇宙时空的太空监狱长 职责就是看守被关押在人类体内的外星囚犯 外星人把囚犯关进人类大脑中 只要宿主死亡 囚犯们也会跟着消亡 但千万年来 总有囚犯试图越狱 可从来没有人真正成功过 这一次却出现了意外 雨冰怎么也不会想到 自己的智能机器球 因为怜悯之心 将刚刚死掉女人的孩子带了回来 而机器球的行为 直接导致了雨冰 必须在地球上滞留十年又八个月 才能等到下次的时间穿梭机会 将女孩送回原来的时空 时间如流水 雨冰已经喜当十年跌了 令她没想到的是 机灵的女儿小丽 早就发现了她的古怪 怀疑她会在自己入睡后 执行一些秘密任务 这天 她偷偷爬上汽车 果不其然 有秘密 正当她要伸手触碰的时候 就这样 小丽背着爸爸 敲摸和机器球成为了朋友 她偷听到雨冰下次执行任务的地点 是在郊区的一所医院 于是便骑上自行车赶往现场 就在此时 天空又一次裂开了一道缝隙 一枚奇怪的石头 被丢进了医院里 一瞬间就开始变身 医生刚想伸手摸摸 来不及跑开就被伸出的触手 贯穿了厚脖子 转眼间 医院里的人们 都被这神秘触手困在了原地 小丽害怕地躲到了二楼 就在她要被触手刺穿之时 这绝对是韩国科幻大片特效天花板 来看外星家人给我们带来的视觉盛宴 金宇宾化身韩板钢铁侠 穿越时空和金泰黎共同追击外星逃犯 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在一场抓捕行动中 太空警察宇宾被迫收养了一个 六百年前的地球女孩 为了将她送回原本的时空 宇宾在地球上扮演起了单亲爸爸 但这一插曲 也让远在六百年前的狗患 卷入了这场跨时空案件中 狗患是村里的游侠 为了赚点零花 她常常接一些赏金业务 譬如抓捕从监狱里出逃的犯人 这天 她无意间 发现了一个金额超高的赏金任务 任务是要找到一把传说中的神剑 刚看完悬赏令 狗患的脑海中 就不由自主地闪过一段段的回忆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召唤她 于是她找到囚犯 询问到了神剑的下落 就在几个月前 有渔民从河里打捞起一把 造型怪异的宝剑 他们想取下宝石 可不管铁匠如何锤炼 都打不碎神剑 神剑一下弹飞 直接插进了一旁瘸子的胸口上 不可思议的是 瘸子不仅没死 腿脚竟然也被治好了 黄灵的县令知道后买走了神剑 从此神剑便没了消息 狗患来到黄灵打探 没成想在街上遇到了一个 身穿西装的古怪男人 只见他胳膊一甩 就用触手轻松地了结了老人 随后就追赶着拿着神剑的小偷离去 为了拿到神剑 狗患打算假扮新郎混进县城的府中 可令他想不到的是 对面的新娘小离也是为了神剑而来 更离奇的是 小离不仅戴着手枪 还拥有现在世界的智能手表 就在小离得手神剑时 两个法力高深的道士突然现身 利用隐身术牵制住了他 好不容易脱身 又被一个头盗面具的人暗算 神剑也被对方抢走 身处现代的雨冰这边 也遇上了麻烦 医院里的外星囚犯安置任务虽然完成 可其中一名囚犯 竟然在一个人类脑中觉醒了 就在这一瞬间 他便传递了信息到外星球 几分钟后一艘外星飞船 就出现在城市上空 一个红皮盔甲怪 撕破电梯闯了进来 与此同时 雨冰也化身钢铁匣形态赶到现场 两人在电梯里展开了殊死活动 盔甲怪用机械触手 缠住钢铁匣的大腿 还直接从里面拽出了神剑 随后便驾驶飞船离开了此处 钢铁匣穷追不舍 两人再次打斗起来 就在此时 盔甲怪将神剑甩进公交车 神剑直直插进了 觉醒囚犯宿主的胸口 宿主瞬间产生变异 囚犯就此逃出了身体 只见他走进飞船伸手一挥 无数个装着囚犯的红色球球被释放出来 转眼间 红色的瘴气便在城市中弥散开来 外星人将囚犯禁锢在人类大脑中 还派出宇宙钢铁匣担任警长 没成想囚犯竟产生变异 进化为高级变种人 大战一触即发 为了拯救人类 宇宾在机器球的修复下再次出征 飞升至飞船 一拳打掉了怪物手中的神剑 结果变种人为躲避追杀 竟又回到了宿主的体内 可之前释放的瘴气 已对人类城市造成了混乱 宇宾只能孤身奋战 机器球化身人类模样 就走了女儿小黎 在一片红色瘴气中 变种人再次苏醒 准备进行反击 十年期限将至 宇宾叮嘱机器球将小黎送回六百年前 自己留下来对抗变种人 但刚刚已经消耗了大量的能量 被打得节节败退 紧要关头 机器球和小黎再次出现 情急之下 三人只能开车逃进时空裂缝 追赶他们的两个变种人也被一起 带回了六百年前 车子摔下悬崖 与兵被扯断胳膊 就在变种人要攻击小黎的时候 小黎和神剑一起跌进湖里 机器球靠着最后一点能量告诉她 一定要拿回神剑 并在十年后 时空大门打开时再度找到她 这样就能复活二人拯救时空 等她再度醒来 是一个十岁的男孩就上了她 镜头一转 长大的小黎睁开了眼 而攻击她的面具人 也现出了真身 她就是当年和他们一起 回到六百年前的变种人 狗幻也不是别人 正是当年搭救她的小男孩 那两个神叨叨的道士 则是十年前恰好目睹汽车坠落后 前来调查神剑的散仙 现在神剑在变种人手中 小黎也被关押了起来 狗幻本想救她 可被触手怪刺穿了心脏丢入了湖中 她从箱子里逃出 就在她拼命向上游时 却和十岁的自己意外相逢 原来一切都是一场时空循环 她瞬间记起了自己的使命 回到岸上帮助小黎夺回神剑 但两人还是晚了一步 神剑被触手怪抢走 接着她便解开禁锅 露出了原本的模样 她射出激光 瞬间就将狗幻打飞 就在这时 散仙及时出马 画出如来神掌 一把就将变种人死死马捏 可法术还是没能抵过高科技 散仙被连人带气丢了出去 而这时 小黎持枪出现 在放大法器的帮助下 成功解决掉一个怪物 还没来得及高兴 另一个被散仙封印在罐子里的怪物 又进化出了新的形态 她便回了人形 追赶小黎去往了湖心 而另一边 了解掉西装男的狗幻 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十年前的竹林钟 好家伙 她竟是高级变种人的新宿主 电影到此就结束了 看情况应该会有第二部 毕竟狗幻体内的大boss还没有现身 冷兵器和超科技的碰撞 造就了一个古今相连的庞大世界观 影片到底是一锅乱顿 还是全新篇章 就留给大家来评价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外星佳人》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